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每年到了三十月 在外面有验在飞 我们都会注意它是物有回来的 在我们周遭的自然环境里 有许多不起眼的小生物 他们是天生的风水师 环境健康的指标无重 这个台北四蛙 全是在我们的客家的山西蹄塘 都会有发现过 后来就是因为消失掉了 所以就是很可惜 人类社会的高度发展 带来了进步与繁荣 却威胁了这些生物的生存权利 也切关了人类 与他们和谐共处的机会 担荣药 自贷 让它的环境越来越来 所以我们的蟋蟀的数量 会越来越少 不看日历 不听气象 您分辨得出今天是什么时节了吗 自然界的万物万寿 凭借着对气候 湿度与温度的敏锐 规律地依照着节气作息 这是大自然运作的奥妙 而农业时代的人们 就是借由观察这些昆虫动物的作息 发展出了许多生活的智慧 例如节气里的精植 就是代表春雷乍下 昆虫从冬眠书醒 又如春宴 值得是春天来了 农人要开始一年的耕种了 人类和万物众生 顺应着大自然 和谐共生 带给了人们许多生活上的趣味和智慧 四五十岁以上的人 应该都有类似的经验 在田野间收割 玩泥巴 抓泥丘 不亦乐乎 当人类文明进入了工商业社会 过度的都市化 挤压了生物的棋地 农药 杀虫剂的使用 也直接威胁了这些生物的生存 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要介绍家宴 台北赤蛙 以及蟋蟀 这三种您或许不觉得陌生 但又说不出来 上一次见到 已经是多久之前的生物了 这些不起眼的小生物 因其对环境的敏感 早就帮人类筛犬出了 优良而且健康的环境 今天就由他们的敏感天性 来告诉我们环境的好风水 谈到北投 你会想到什么 除此之外 你想不到的是 在北投 人与动物间 长期建立的情感 我一次都很严重 没关系 稍微来看 你会不会看 我像这样 像这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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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明皇 蔡明皇 在地北投人 从父亲手上 接受五金行 已经二十年了 打从他有印象开始 西楼的燕子 就一路伴随着 他的五金行成长 应该有二三十年左右 每年几乎就回来 然后每次是生一波 到两波或一波 因为他在时间 有时候是燕子宝宝 他一长大之后 又在那边在指导 然后他又继续再生第二次 所以一般来讲 一个春天大概可以 半几个两大大 大概几十分 这几乎是吗 就是 福金行开店超过五十年 但是对于燕子 蔡家两代都一样爱护 而且珍惜 我燕子差不多来的时间都差不多 我就说 他们来的就是最舒服 我来看他说 他如果有些新的图 就是燕子要再来生囊 因为做好 他会很快就生囊 生囊我去观察 差不多是 一遍外 他就把那头子继续 继续 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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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们在这一天 我会去割 不用留割来给他吃 燕子 当然他每年 我们都会 到了三四月就会 所以只要外面有燕子在飞 我们都会注意他是不是有回来 那 其实有的感觉就是 他是像家人一样 就回来看看 我们有看到他 他来看看我们这样子 着呢 Stitch 就去 besten 窗麟 就回去 BR 趋勒 地坑 ях 下 empezar 不一定的 孫小姐都在幫她嫁 這樣她不會比她嫁得太帥了 家宴 一種夏季候鳥 每年三月份左右 就會集體由南洋群島飛往北方 繁殖他們的下一代 台灣是他們夏季停留的最難端 我們到北方就在南洋群島 就會看到我們社區的燕子 賞燕的渡島 然後大家就順著這個燕子 我們社區的渡島 它就是社區群聖的飛往 我們燕子渡島是從88年開始 然後就是帶小朋友去上學的時候 那就開始就看 你們北方怎麼那麼多燕子 那我們就想說 把這個燕子渡島 當作我們社區的一種 原來北方因為距離淡水得近 附近又有關渡平原等 自然環境提供燕子蜜食 吸引了大量的家宴 來到北方關渡以外築潮 在中央社區 有一條街短短的500公尺內 就有將近200個燕巢 成為這裡的一大特色 每一個家門口都有一個愛燕之家的用口 這樣子 那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自己特製的一個 瑞士抽屜這樣子 一個裝... 固定的嗎 對啊 是當它裝固定的 然後這個板子就是說 一年以後啊 燕子會組成以後 然後均勻可以把板子拿下 清一清 哦 這樣子 我們大家看喔 這個草裡面有幾隻燕子 大家來看一看 是...是...是... 哦 沒出來 是... 媽媽也好 好 來的 電子媽媽來剛剛 學八竿而已 學八竿而已 哇 現在這樣子喔 今天這個鳥如果 牠長大大概在多久可以飛呢 在一個禮拜 在一個禮拜就可以飛啊 對對對 牠從出生到長大大概15天 15天喔 那兩個禮拜 那牠原來的舊的巢 會就這樣留在這兒 對對對 會不會有其他的燕子 又到這裡再帶來 也會有 牠會有 可能就是牠長大了之後啊 牠隨心飛回來 蛤 就在飛到牠自己的巢裡面 如果... 再進去敷 對對對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會在附近的巢 所以燕子的巢都會 騙復在這個的巢裡面 中惠珠 30多年前搬到北投 在社區發展協會 帶領導覽已經超過10年 對於燕子在社區的活動狀況 遼落執障 以生態來講啊 就是說這個地方 蚊蟲有多 喔 這個是一個 其實燕子 牠會幫我們消除 那個蚊蟲 牠會去老蚊蟲來吃 另外一個特點就是 北投這個地方啊 有關渡地區 那這邊啊 就是還沒有開花的巢 所以燕子都會貴賓 燕子其實它對 很有幫助 對生態有幫助 所以我覺得說 燕子這個交課啊 每一遇都會貴賓 我覺得很可惜 鄰近北投的關渡地區 也是夏季家燕 前來竹巢的大本營 只身鳥有許才 就把關渡地區 每年常見的家燕 當作是牠賞鳥的入門對象 燕子很喜歡的竹在 竹在我們家門口 尤其是正門出出競運的上面 很奇怪 後來我才知道說 原來燕子 他們是想利用人 來驅離牠的天敵 牠的天敵是什麼 像說蛇啦 老鼠之類的啦 或者是有一些是 像這個 猛禽之類的 因為牠在住家底下的時候 天敵就不敢進來 所以其實燕子 是很聰明的 牠跟人的接近 是利用人 來驅離牠的天敵 這邊有兩個巢 一個是在那個水管上面 四隻 這個是他們一個托盤在 也有四隻 小鳥現在會飛嗎 現在不會 現在因為牠的羽毛 出去會自己都會還沒有長好 只是牠的蠱鳥剛出生的羽毛 然後牠會睡以後 脫毛以後 然後再換一次羽毛 然後差不多十天左右 就可以離牠 那由青鳥把牠引誘 用食物把牠引誘 離開巢穴 慢慢慢慢地飛 牠會飛到旁邊的電線上面 一隻一隻地慢慢把它引開 許才走在關渡街上 無所加真的告訴我們 每個巢的情況 彷彿牠的頭腦裡 有一張整個關渡地區的家宴地圖 這個才可愛 這個在帳篷上面就築了一個草 然後這邊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 牠怎麼會選在那個地方 我也不知道啊 牠可能那個地方被牠們蓋住了 牠就選擇在上面 那這隻鳥類牠們會隨意而安 看哪個地方牠們會築草 就築哪個地方 所以其實鳥類的話 只要氣力不要被破壞的時候 牠怎樣築草都應該會隨意而安 那個燕子在你們這邊築草多久了 好幾年了 牠們怎麼會選擇再跟著那個蜘蛛棚 不曉得 這隻牠做好以後 我們再做這個順利棚 哦 所以牠很早以前就在這裡了 對很早 好久了 好幾年了 每年都會來聖誕 然後再回回去 牠會對你們造成會難嗎 大便 所以說大便難也不用餵牠 對不對 血狀會在吃東西啊 在文化背景上面 我們華人世界對家燕是有好感的 那這個好感可能就是來自於 這些燕子跟人類的和平共存 而且牠的生態上 牠可以幫人類清除環境居家的一些蚊蟲 比如說我們一些蚊子 一些蒼蠅類的東西 因為家燕的生態跟其他鳥有點不太一樣 牠是在空中捕食 然後餵食小寶寶也是一天的次數 高達好幾百次 所以牠可以很有效地當我們 這個是我們空中的警戒 警力 幫我們清除 這個我們不喜歡的這些蚊蟲 正由於家燕竹巢位置 與人類活動空間接近 又是維護環境的好幫手 一般做生意的人家 普遍都歡迎燕子的光臨 像是個好兆頭 請客人上門 我們常常看到牠的燕子 因為其實牠生了一窩之後 一般能夠存活的大概只有三分之二 牠會有一些因為牠太擠 然後會有一些燕子就有時候早上來 會發現地上就已經有掉下了小燕子 那比較有一次特殊的經驗是 剛好有一個小燕子要掉下來 然後我們員工趕快拿那個網子把牠撈住 我剛才一家陪牠在那裡說 對啊 牠看著牠跳出來 可是牠也不去救牠 我的家 牠要到家裡生OK 牠要到家裡生真的嗎 我的家就是怎樣 新郎啊 新郎起牠生了 每天剛好禮拜天 去年的是 牠掉下來 牠後來隔天就又被擠出來 對 牠擠出來後來我們就想說要餵牠 結果也沒辦法 因為牠可能營養不良 牠看著牠好像我們人看著牠 看著牠比較不順 牠就不愛了 像牠的意思了 就是牠有點黑氣 但是也不擠出來 老媽媽看到燕子無力撫養所有的褲鳥 只好放棄體質較弱的小燕 心中相當不捨 身為母親 想到兒子也是接手家裡的事 事業 要為事業勞碌打拼 常常也是掛心不下 說年輕人認真 我們老的就是看到 他認真就要幫忙 如果天啊 無心就是這樣 不然以前做得更好 但是不覺得怎樣 現在年輕人就覺得不敢做 然後他說 以前就要幫幫忙 在中國文化裡面 燕子玉楚的習性 常被比喻為情分難報 做兒女的對父母要及時省效 透過燕子餘生俱來的動物天性 藉物慾情 也是燕子帶給人類社會的一項重要的價值觀念 無心號不是對它沒有影響 而是最主要是建築形式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發覺 只要有屋簷長廊的 才有可能有家宴在主播 如果都沒有的話 就沒有它存在的空間 我們現在很多屋簷下 有很多做了很多的美奈版 很多的這個屋簷下 它的旗樓已經沒有那個屋簷了 它把它整個把它封住變成美奈版 它美化美觀了 結果呢 家業就沒有地方做 這個就是我們一直在講的就是 今日鳥類 明日人類的一個概念 那其實以這將近二十年來的 台灣的做這些環境教育跟保育工作 其實我們發覺有很長足的進步 到現在為止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不管是在民間 還是在政府的立法 其實大家都已經有很長足的進步 所以我們對未來還是有樂觀的想法 在炎熱的夏季裡 與三五好友到家附近的 郡溝 池塘 玩水 消暑 是許多人最快樂的童年回憶 然而這些年 郡溝渠道 早已改成了水泥堤岸 不容易清水 而土地使用的改變 也減少了濕地和池塘水域 過去童謠裡抓泥丘 青蛙吃水的情景不復見到 所幸 在桃園龍潭 有一位吳生宇先生 他學習漁工移山的精神 付出了大半輩子的時間和精力 重新打造日漸稀少的生態施樂園 希望重返自然 水是人類生存所必需 在台灣 最懂得與水資源共生的 是客家族群 這裡是桃園龍潭 屬於台地地形的桃園地區 不容易將水保留在土地上 早期遷移至此的客家鮮明 便運用巧妙的智慧 建立蹄塘 保留灌溉及生活所需用水 有了豐沛的水資源 各式各樣的動植物生態 也因緣而生 那是甚麼 田蚌 田蚌 我講的是田蚌 這裡面就是 因為生態中就要有田蚌 牛死忌樂 但靠它 它會口打開的時候 它在裡面 就開始放下到裡面 然後時間到的時候 它又打開的時候 要做甚麼 因為這些牛死忌的小魚 要出來的時候 幫它帶它的小小小的 它的小背 小田蚌出來 所以這個兩香好 或是講說生物的兩香好 就是田蚌和牛死忌 他是武生育 新竹新浦客家人 原本在台北 被從事工程工作 卻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 踏進水草生態領域 成為胡師色通的田中博士 有一天 就是很偶然的 就是碰到我們小學同學 就是同學 他當老師 他常常叫我 他說小小流氓 弄我 他說弄我 你去幫我找一些 你以前很好很喜歡玩的水生植物 什麼水生植物水生植物 哪裡啊 水草的啊 是啦是啦 我說好啦 我就幫你回去拿嘛 對 回去的時候 就很自信啊 像童年的時候 我在哪裡哪裡看的到 都是在我們的腦海中 還記得很清楚 但是回去呢 那邊很落空耶 很失望耶 這邊沒有那邊沒有 這樣也不對啊 但是就 那不完之後 就回去啦 我媽媽講說 我們老家那一塊 那一母田 我來耕種 他說你要做什麼 我說我要種水生植物 他說草人家除不完 再種草 事實上 最後失敗了業多 成就感的業餘 我們的心就是這樣子 很不服氣啦 什麼奇怪 在外面它就成長 外面我種不會成長 不服氣的吳生育 投入大量的時間 並利用祖傳的土地培育水草 可是現在它會一直冒泡 粘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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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不會了 就是比較小 比較小有啦 對 就會幫我 公司anted 好像另一份 看到有啦 是 那綠色的ieval 會出色的艘嗎 totally 裝潔的 dis suspended 無聲譽玩水草的名氣 逐漸傳了開來 疏начала 所以誰要 coils 跟小姐 早醒等同盟的洗衣服 目前早醒等可能是 回事過關的 還不然就復活了 等一下他們又來洗 早上他們來洗 所以水會比較清澈 所以你太早來 或是太晚來的時候 水都會比較溶化 所以插過去 我們當時做的是一個配套 利用濕地做水池這種境化 它洗衣服洗完以後 它會產生有一個磷 我們洗衣服裡面有磷 磷它水會遇到另外一個濕地 就是隔壁那個濕地 微沙漬大部分是一種煙尾 和那個水運草 煙尾的功能大概都是 我們洗衣它裡面的污染 大部分都是叫做磷 應該就是說就是肥皂水 肥皂水到了我們的煙尾 它就會去把它消化掉 另外就是說 還有就是我們所看的 前面那個大部分開白色花 那是水跟草 那是從那邊就是淨化 淨化和加養 所以這個水在回 回氣的時候 就變成我們那時候 前沿再生 因為它這個水就是 本來就是地下的潛 一個潛水 以前傳統部門就洗衣服 都是為了節省 很少在家裡 自己來抽水來洗 都來這邊洗 而且以前水 確實很清澈 對流水很快 所以在工業發達 就像這些茶園都變成工廠 吸水就很少了 就直接滷掉馬路上 滷掉河雨季了 不像以前那都是茶園 什麼這些樹林 它會吸水多 所以這潛水就 實際上會比較大 現在說先慢慢的 你看噴出來的水 真的越來越小 吳生育現在能夠了解 水草的功能 並且善用水草組合 做進化工作的努力 這些並不是一開始就具備的 為了要了解水生植物 吳生育花了三年多的時間 走遍台灣各地的溪流水域 收集並研究水草特性 直到他遇見了台北赤蛙 在民國81年 我從台北回到平鎮的時候 我一個表弟 那時候剛好是水竹葉很新盛 都是養的龍魚 那時候我不曉得什麼叫台北赤蛙 可是看到那青蛙很漂亮 有帶金線很漂亮 那時候在半路我看到它 我就把它攔下來 說這個什麼東西 他說這個要給我家養的紅龍吃 他說吃到以後 它的鹽片特別亮麗 我說這個不要給龍吃 這不是龍吃的東西 這隻蛙是很少的 叫做雷公蛙 原來這個台北赤蛙 一看它的圖鑑裡面的分布 當初最開始在81年前 是在我們台北巴黎 這個日本的 英國和日本的兩個 這是我們的植物學家 去發現的命名叫台北赤蛙 才知道什麼叫台北赤蛙 那時候我就很興奮 我已經看過 但是我不懂什麼叫台北赤蛙 它在台灣西部的平原 過去曾經很多 但是後來漆地 切割碎裂之後 它只有四個原生漆地 就是從台北的石門山枝 桃園龍潭 到台南的關田 以及屏東的萬卵 造成漆地的碎裂化 如果說我們不再去保護它 它就因為我們施用農藥 和殺蟲劑 造成它不能孵化下一代 於是台北赤蛙就會滅絕了 好 這裡開始還有回應有沒有 有沒有聽到 這個就是它回應我的 剛剛聽到你這樣叫聲 是你學台北赤蛙的叫聲是不是 對 就是一般台北赤蛙雄性的叫聲 大部分會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我們對應的時候 現在是青蛙在叫還是你在叫 現在我們在叫 它等一下我回應 它我回應 你聽到它在回應了 對 這個是做對刺 它有對刺 它是因為要壓過我的聲音 來 這邊看到了 這邊有了 看這個 這個就是台北赤蛙 它遇到什麼東西 它會變成像綠色 它馬上變成和草綠色一樣 就是在竹葉下它變成刺色 保護色相當的接近 我們大自然的草 體長不到三公分的台北赤蛙雄蛙 具有良好的保護色 黑夜中隱藏在草叢裡 很容易被忽略 在水溪棍裡面的褲子中 這邊一個 這邊 今天給你看了 這什麼叫台北赤蛙 什麼叫赤蛙科的林志玲 怎麼會有這個由來啊 這是當初我們看在鄉長 就是那個江鄉長啊 兩個在故意題外 我是說這個小精靈 綠色小精靈 他說就是像林志玲那麼苗條 瘦瘦小小的 把它命名成赤蛙科的林志玲 台北赤蛙對無聲譽而言 就像自己的孩子 常常整夜獨自在池邊 觀察他們的生態 有時候甚至打瞌睡 掉到池子裡 他還是樂此不疲的守護這群教科 這個聲音旁邊還有孩子母啊 在那邊 你有沒有看到 有兩隻蛙你知道嗎 等一下會 會到街 後面有隻熊蛙在等 在這邊 你已經看到了 有沒有 那隻有一個熊蛙 有 好 他在等他了 等他了 他已經在後面等 有沒有同意啊 有機會哦 所以這一隊會累哦 那個熊蛙的姿態就是這樣子哦 十多年的生態富裕 用環境教學經驗 胡聲譽對大自然所帶給人類的價值 有他獨到的見解 我們現在在做環保教育裡面 你看看 大部分都是高年齡的 會比較參與 為什麼 他聽得懂 因為我們從小都是在童年裡面 都有記憶 到現在都還記在裡面 所以把這些找回 他們現在退休年齡的 我們可以用這個生態教育 引導他進來 把這些 他所謂的資深 做下一次的傳承 寄回你的童年 你會忘記以前的憂鬱症 就會忘記掉了 因為你看生態在一起的時候 他會變化無窮啊 這隻好像比較薄 那原來青蛙 它是我們人類最有益的 兩棲類的動物 為什麼呢 它會吃很多的害蟲 尤其是現在登革人蔓延的時候 如果有青蛙來的話 他會吃掉這些蟲 那他帶給我們的好處 就不只是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 而且能夠抑制這種疾病的蔓延 任何一種物種的消失 我們人類都要付出代價 通常我們談到有三種主義 一種是人類為中心的一種主義 那有一種主義呢 是以生物為中心的主義 我們現在提倡的是生態中心主義 我們要考慮到人類的永續發展 也要考慮到物種的多樣性 這樣的一種思潮 是我們21世紀所要去推動的 然而在過去的幾十年裡 農藥的過路使用 與棲地的嚴重破壞 使得蛙類快速減少 作為水質與土壤健康的環境指標物種 一旦蛙類瀕臨絕種 我們環境的發展不止不永續 損害的更是土地與人類的安全與健康 當我們跟著無聲域一起到它的秘密基地 隨草種源池 意外地發現 大自然中的鄉生生態竟是如此的奇妙 這個就是我們童年遊戲的場所 這個就是說 過去以前不是這樣 這個兩個水泥 它沒有水泥的 兩邊都是土蹄的 所以裡面的最多很多什麼 很多啦 蝦啦 魚啦 螃蟹啦 小時候最喜歡就是這個地方 看這個就拉啦 這個摸出來就是這樣子的 這裡面就有了 你看這邊就有砂 有石頭的這個特別的乾淨 叫黃金鮮 那如果有農藥它還會再生長 因為這裡裡面有水生植物 只要有水生植物 它這些就不會 如果是沒有水生植物 這個就陣亡啦 那試試看 它有殼 也是因為你在春宮的時候 撒很多除草劑 水流下來它會影響 會影響 原來從無生魚的水草 總圓池所蔓生到 鵌溝裡的水草 意外的淨化了水質 降低了農藥的毒性 並保護了對水質 特別講究的野生黃金線 生命的奧妙不可思議 唯有尊重及保留自然中 任何一種生命的生存機會 生態系統才得以健全 而環境也才能永續發展 在我們的生活環境當中消失的 不只是焦貴的台北赤蛙 與蹄塘生態 就連夏天的代表蟋蟀 也快速的減少了 原來蟋蟀是對環境用藥 敏感的生物 農藥與殺蟲劑的使用 將損害作物的昆蟲一舉消滅 也使得這個夏季常見的 草原上的提琴手蟋蟀 在我們的周遭環境 逐漸沉默了 蟋蟀不只是影響到了農民的生活 其實它在歷史文化裡 還衍生出了娛樂與工藝的價值 早已流傳千年 台南新化 就稱台北港 是貧府族西拉雅宇中的 山林之地的儀式 過去它曾經是漢人與貧府族 往來交易的重要據點 因此造就了許多富商 文人及醫生 老街上著名的巴洛克式建築 即是本地富裕的象徵 然而在新化還曾經有一項 風靡海內外的活動 蔡曹明 台南縣新化鎮 豐榮社區發展協會 前理事長 在新化土生土長的蔡曹明 對於過去農業時代的農賢野趣 洞蟹賽有一種難以忘懷的熱情 池曹明 我裡面都是工的 啊有幾隻牧的 工的你拔的聲音 你看看 牧的較不在拔 牧的你拔也比較不作声 一般蝟蚓 是工的很會拔 比較派 他本身就收稼 蝟蚓本身就有稻草 他看到同類欧 要來清換他的地盤 他就跟拌花燒 他就是很喜歡收稼 這隻蚵蟻我們抓到鋼蟻的作為 鋼蟻的作為是開始有這個動作 這就是去求我 求我的聲音 很溫柔 等一下蚵蟻看上眼 蚵蟻會去鋼蟻的頂館 完成他們的交配動作 以後就可以纏綿了 豆蟻蟻活動在台灣 原本是早年農村孩童 或大人農賢之餘的一種休息娛樂 英國7月4年起 新華地區將這項野區十足的 昆蟲競技活動 推廣為豆蟻蟻雷台賽 我們在辦的期間 我沒中沒中 還有台南國來的各大媒體 來幫我們採訪豆蟻蟻 就是這樣我覺得 我們那次印象很輕 還有美國的ABC電台 都有過來 他給我們形容 這個是世界昆蟲奧林匹克比賽 蔡曹明對蟻蟻的熱衷 當他不惜捐出自己的樓房 經營起餐館展示用的蟻蟻別墅 裡頭飼養的蟻蟻曾經高達上萬隻 這間就是以前的蟻蟻別墅 我在這裡經營三年我 買到四年 給這些國地圓的小朋友 我們台灣全身學校 一些愛蟻蟻的人 來參觀完全免費 一些公告人員 一些體育人士 還有一些助同道合 為了解這個文化 社區的好朋友 來幫我們盜集市 來這裡做漁工 但是我不是一個大企業家 我沒有經費可以繼續經營 我自己也要去做工作 去探錢 蟻蟻別墅已經賣別人了 人家在騎腳 這也是一個無理感 我也很愛再繼續做 談起蟻別墅 蔡曹明盡是遺憾 對於蟻別墅與數十屆的 鬥蟻擺臺賽 曾經為社區帶來的繁榮與遊客的歡樂 那是他最值得驕傲的回憶 每一種生物每一種物種 在自然界裡面 都有它的存在的一個價值 我們叫它內在價值 所以我們不能斷定說 它對人類有益 我就叫它益蟲 有害我就叫它害蟲 事實上它有它的固有價值 就是內在價值在 其實這是一個文化 那我相信它如果想要變成一種 產業也好經濟也好 結合我們現在所謂的社區發展 或者我們所謂的生態旅遊 我想這個都不是沒有發展的可能 鬥蟋蟀活動 在今天雖然不像過去 每年有正式的擂台賽事 但在民間 仍然有許多蟋蟀愛好者熱衷於此 這一天我們就跟著蔡曹明 一起去找他的帥哥朋友 來 水仔你來 你好 這燙燙燙燙燙燙燙 你看你家的絵友革 關心一下 先開一隻 哦 你這放得放得夠 這...一款比較大,這就四、四、五次 這跟這隻的就差不多一、兩次 那你這有分甘霧嗎? 這還沒有,這還沒有分甘霧 我愛吃西瓜布的西瓜雞翠刀 對,雞翠刀的 老婆...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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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 我們西瓜的朋友 我們西瓜的朋友 這種我們的同好 對我們地方,西瓜都吃幾隻 這都隔壁 還有比較小吃嗎? 有啊,有啊 看比較小吃 這打出四個了,你看 打出四個了 這打...會知道它打出來了 打出來了 這兩... 你看,拿像黑螞蟻喔 兩打出來了 這是四... 這隻齁,剛才打得退變了 打退變,顏色都不一樣 這隻 殼比較軟 所以這變成白色的 它是白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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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們這裡的西瓜都優生鮮 西瓜有... 你研究它的優生鮮 你看,穩定性很好 戰鬥力都強強 其實西瓜... 如果那個西瓜 牠在腳步 都在走邊境 邊境很邊境 很邊境 就沈溫了 還沒在看別人 對... 帥哥們聚集在一起討論西瓜 彷彿回到小時候 肉體蟋蟀來 難掩興奮之情 以蟋蟀說明 大概差不多一百天左右 牠會慢慢會老化掉 所以牠們以前野生的蟋蟀 牠們本身的母 牠們非常... 牠們非常... 非常偉大 牠們在野外的時候 牠們沒有食物可以吃 牠產卵之後 牠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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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蟰蟲剛好出生 出生的時候 牠的蟲就出牠的骨 這麼長大的肯房 阿國告訴我們 在牠的眼裡 蟹蟀是一種特別的昆蟲 就連觀察牠們的生態 都足以學到母性的偉大 與大自然的倫理 牠們在呼籲從交配到殘暖 在牠成長的過程裡 如果慢慢去體會到牠 看到牠的成長 你會覺得牠們演繫 一代一代的生命力 而且牠們蟹蟀的生命力很強 斷手斷腳 牠們還可以活了好幾天 活斷了還可以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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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牠們腳沒有肚子的 真的沒有肚子的還可以活三天以上 牠們的生命力很強 但是牠們很怕這個農藥最方便的 很敏感 我剛在飼養的時候 我才有幫牠教的時候 牠們看著牠們看著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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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們看著牠們 牠們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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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蟋蟀的殺傷力 卻也顯得相當無奈 早期在農業社會中 蟋蟀雖然普遍被視為 損害農住物的害蟲 然而它在物質貧乏的年代 所提供的文化及娛樂價值 早已超越農業上的損失 來來 加油 文穹急急夜綿綿 曠世秋陽玉雨天 唯恐仇人佔得睡 孫生宜盡握床前 在中國人類觀察蟋蟀的歷史 可以推到兩千多年前 苦時候沒有那麼多的科學儀器 幫助我們去測量 那我們就會去觀察 自然藉著這些動物 帶來給我們的訊息 詩經裡面它就會提到說 可能是7月的時候 7月在野外 8月在雨 進到屋檐了 9月入戶 就是入到家裡面 10月蟋蟀入我床下 就是它躲到比較溫暖的床底下來了 所以說這個 其實它就是一個很明顯的 一個觀察物後的一個物種 原來早在中國的第一本詩集 詩經的國風篇 就已經將蟋蟀入獅 利用蟋蟀的習性 比喻季節的變化 成為物後學的物種之一 另外蟋蟀在中國 成為文化昆蟲的典故 是這麼來的 早期在宮廷裡面 這些小宮女們 其實都被人家從民間 然後送到宮廷裡面去當差的 那他們就會想念自己 在家鄉裡面的一些娛樂 所以當有家鄉的人要進宮來見他們的時候 就通常說麻煩請幫我帶一兩隻這個蟋蟲 那帶進來他們就偷偷養在他們的小盆罐裡面 那晚上當差完了回到自己的小住處 就會拿出來看一看啊 玩一玩啊 養一養啊 聽聽叫聲 然後再放回去 那慢慢這個蟋蟲會叫 總會被人家發現 好了 他的娛樂就會變成 他的這個 他的主人也想說 你在到底養了什麼 這麼有趣 就變成從王公貴族也喜歡 然後從他們一直推推推推到民間 大家就有一個風氣 大家都一直在養 養一養啊 鬥一鬥啦 然後就發展出一些工藝品出來 現在你眼前所看到我桌上擺的這些 其實就是 我所收藏的這個蟲具裡面的一部分 都是現代的作品 當然他還稱不上古董 可是你看現代的這些蟲具 就已經是這麼漂亮精緻 而且非常的具有巧思 不管是他的器材也好 或者他的繪製 這個等等都讓你嘆為觀止 把握起來 難怪有人要說 這個會玩物上智 來你們來你們大家 都來這裡 來 來蟋蟲 這麼大隻喔 這麼大隻有 讓你拿 讓你拿 蟋蟲他會跑 小心喔 好天氣的下午 蔡朝明趁著兒孫回來探視他 邀請了鄰居的小朋友 一起來體驗 爸爸與阿公同年時代的遊戲 跟你們講蟋蟀啦 這是公蟋蟀 這是公蟋蟀 你們看好 這是公蟋蟀 母蟋蟀哪一隻 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一隻母蟋蟀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母蟋蟀 母蟋蟀那裡也發不一樣 對不對 紅色的 這叫做黃斑蟋蟀 台語要怎麼講 台語就是黑龍啊 你說黑龍啊 西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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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那個 請請你走一趟 叫輪流 你跟人啊 跟人西施啊 你跟人去派 你跟人在頭上 你跟人的頭上 你跟人的尾巴 他的尾巴 好 來這隻西施給你 好 有抓的 哈哈 給姐姐 給姐姐 抓起來 哈哈 你們不敢抓嗎 不是 不是 他一直會跑 好來 你抓 好 會溜曬嘛 對對對 你敢抓西施了喔 你不會怕齁 你看牙齒張開了 有沒有 對對溜曬 對對對 來 妹妹 妹妹拿給弟弟 拿給他 拿好喔 喔 爸爸好棒喔 好棒喔 你看 有沒有 他要死 距今灰神看蟋蟀的小孩 雖然在新化地區長大 但有許多 甚至是第一次看到蟋蟀這種昆蟲 蔡朝明告訴我們 有的孩子沒有看過蟋蟀 甚至會將蟋蟀誤認為是蟑螂 對 小時候就 我們會用那個 一個那個 爸爸那邊會準備一個木材 中間會放一個壓克力板 對 對 那開始 開始比賽的時候 那個壓克力板 那個打開 馬上我們 就是雙方就開始在那邊用 人家說 那個娘子 齁 就互相在那邊 在那邊動 所以你現在在帶小朋友回來看的時候 你是希望他們體會 而且他們都會長 會啊 就是讓他們有不同的體驗啦 就是有時候會 至少長到之後 會有一個 有一個回憶啦 對 我自己研究西賽的時候 會常常去詢問 比較大一點年紀的 但我發現他們其實 他們的過程都是跟著台灣在成長 所以你會發現他們小時候的記憶 在物質生活來講是困苦的 可是在精神層面上面來講 他接觸到的比我們更豐數 對 所以你會發現他們 那麼老了 他回想到了 既然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居然是那麼印象深刻 我們以前小時候 掛著我之後 還是韓芝芳在來修盛之後 整個都是蟋蟀 現在都已經沒有了 就是那一隻蟋蟀 在你的記憶裡唱歌 在我的記憶裡唱歌 唱童年的驚醒 唱中年的寂寞 想起雕竹作籠 想起呼燈籠迷落 想起月筆 想起桂花 想起滿腹珍珠的石流果 想起故園飛黃夜 想起野塘盛蟬河 想起燕南飛 想起田間一堆堆的草舵 想起媽媽換我們回去嘉伊爽 想起歲月偷偷流去許多許多 就是那一隻蟋蟀 十歲進入了農曆七月 夏天也逐漸進入尾聲了 燕子成群聚集 準備要飛往遙遠的南方壁東 台北赤蛙與蟋蟀 也即將結束最後的繁殖活動 在大地裡逐漸沉默 在看過今天的節目後 您是否也想放下手邊的電子產品 起身走入大自然 去尋找失落已久的野趣 盡心聆聽下葉的清涼呢 在科技與文明如此發達的今日 我們是不是能夠回過頭來 重新學習祖先順應自然作息的 謙虛與智慧 減少物質的欲望 善待孕育我們的大地之母 而不過度地掠奪有限資源 為共存在這個地球上的生物 保留生存的機會 也是為人類的未來保留一條生路 作詞不詳細的方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